还要注意第一 还要注意休息 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要做好这个防护 还要注意保暖 避免再次受粮 还要注意这个合理的饮食 还要做一些这个适当的体育锻炼 来提高这个身体的免疫力 像老年人呢 经常得肺炎 也可以在这个冬天来临之前 注射一些肺炎疫苗 来临之前注射一些肺炎疫苗